欢迎收看校园新闻 我是主播陈嘉瑜 假日的逢甲夜市总是人满为患 许多观光客慕名而来 就是为了一睹逢甲夜市真面目 而本校中文系服务学习小组 也发行了观光导览手册 从众多商家中精挑细选为您呈现 吵招王 懒人虾 这些在夜市才吃得到的食物 怎么跑到学校里了呢 许多外地人风靡逢甲夜市 但实地走访后 面对种类众多的摊贩却又难以抉择 于是有中文系服务学习小组 制作出一本本精美的观光手册 要让大家了解 逢甲商圈吸引人的魅力何在 老师就是希望我们能够学以致用 不要因为专注在课本上面 于是我们就去跟附近的商家做结合 然后退出这本手册 在退出这本手册的过程中 当然是有很多困难 不过我们也都一一克服了 现在呈现这本成品出来给你们大家 一个人的肚子能装多少食物 享受一摊接着一摊的美食 可不一定人人都有这样的好胃口 于是在由公关室举办美食投票活动 票选出十大冯家美食 让你直接吃到冯家好料理 经过这一次的活动 就是吃到了很多以前没有吃到的东西 然后我会觉得 哇就是因为夜市很多店家都是真采实料 不用再向个无头苍蝇找美食 直接带着观光手册逛冯家 另外在不景气的环境中 自行上网列印活动所提供的折价券 你也可以是个省钱达人哦 冯家新闻刘俊明 郑宇杰 赖亚轩采访报导 炎炎夏日最适合游泳了 除了消暑游泳也能锻炼身体 日前本校举办了中区大学游泳锦标赛 共有八所学校参加 这次的竞赛项目有个人赛团体赛 还有新奇的趣味竞赛 为紧张的比赛添加了许多欢乐的气氛 近来提倡运动风气 游泳不但可以强身健体 还能在炎炎夏日中一消暑气 由中区区域教学资源中心 所举办的游泳锦标赛 在冯甲大学游泳池畔展开 共有八所大学共襄胜举 自由式 挖式 仰式 碟式 在各项经济游泳比赛中 每位参赛者都卯足全力的争取最高荣誉 除了让会游泳的同学大展有机之外 主办单位还特别加入了新式的趣味竞赛 让不按学性的同学们也能借此培养出兴趣 就是大家会事先来游泳池训练一下自己的体能 然后等到大家都有空的时候 才一起来游泳池训练模型这样 都会有一定程度的提升 那就是希望让不会有的人可以知道说 其实游泳不是那么难 我们在比赛当中也配合了趣味竞赛 让同学增进这个游泳的一个趣味性 经过激烈的比赛之后 立平前副校长也亲自立临现场 颁奖给表现优异的同学 并肯定同学们在这次的比赛中 更有的态度与精神 不是一定要会游泳的人才能够到游泳池 就算你不会游泳 泡泡水消消暑 放松心心 不也使人生一大享受吗 冯甲新闻综合报导 谢谢您的收看 我是主播陈嘉瑜 我们下周再会 我们下周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